Hello 大家好 我是木木 今天呢 要教大家来勾这个 小花花发圈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小花花 做成的很可爱 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发圈 2.5的勾针 和四股的牛奶棉 在这个发圈上面 勾中长针 一共勾60个中长针 然后我们先把这60个中长针勾完 然后我们60针中长针勾完了以后 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 然后锁一针 我们开始勾短针 然后再勾一圈短针 我们把这一圈短针勾完 然后我们一圈短针也勾完了 勾完了以后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 然后我们锁七针 然后我们绕线 数一二三四 在第四针这里 勾长针 绕线 再勾一针长针 然后锁三针 然后在这个里面引拔 然后在这个里面引拔 这就是一个小花瓣了 然后再锁三针 然后选同样的勾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锁三针 引拔 然后规律就是一个小花瓣 然后再勾一个小花瓣 然后再锁三针 绕线 同样的勾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然后锁三针 引拔 那规律就是锁三针 勾两针长针 再锁三针 引拔 就是一个花瓣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把五片花瓣都勾好 好我们现在五片花瓣都勾好了 勾好了以后我们锁三针 一二三 锁三针 然后我们对应下面 空三针 一二三 在第四针这里 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锁七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绕线 同样的 在一二三四 第四针 第四针这里 我们挑 第四针这里 勾 长针 同样的 勾两针 长针 然后锁三针 然后锁三针 引拔 锁三针 勾两针长针 锁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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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拔 按照这个规律 把五个花瓣都勾好 然后我们第二个花瓣也勾好了以后 同样的锁三针 一二三 然后下面我们也空三针 一二三 然后在第四针这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同样锁七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绕线 在第四针那里 勾长针 一二三四 挑第四个针目 勾长针 锁两针 锁三针 引拔 锁三针 锁三针 勾长针 锁三针 锁三针 引拔 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圈的都勾完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花瓣勾好了以后 我们同样的锁三针 锁三针 然后我们跟第一个 这个做一个引拔 然后锁一针 锁三针 锁二针 锁三针 锁三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 藏一下 然后这个小花花发圈就 锁好了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